是解方程式 括号x加1乘上括号x减3 乘上括号x加2乘上括号x加6等于-84 好那在这边呢 有四个一次的x加多少的这个 有四个x 所以乘开之后呢会变成x的四次方 好那x的四次方我们要怎么样解方程式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成是平方的平方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把这四个括号拆成两个部分 那我们要用12还是13还是14呢 我们就把它先全部把它写出来试试看 好如果是12这样配的话呢 乘开就会得到x平方-2x-3 好那三次的部分呢 就是x平方加8x加12 好会等于-84 好那这里呢x平方跟x一次下的部分呢 还有常数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有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先当成是一个位置数来看 所以这个呢并不适合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试试看 如果是13跟24呢 好那我们把它乘开 x平方加上3x加2 好乘上呢2跟4呢就是x平方 加3x-18 好会等于-84 好所以你看这里 x平方加3x 跟这个x平方加3x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位置数来看 好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分组的方法 好那我们把它乘开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 中括号 然后再来呢x平方加3x呢 用小括号刮起来 好再来加2 好中括号 乘上中括号的这一边呢 也是x平方加3x呢 减18 好中括号乘起来之后会等于-84 好接着呢我们把这个小括号的部分 当成是一个位置数 我们把它乘开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x平方加3x括号平方 好然后这里呢 加2个位置数再减18个位置数 所以是减16个位置数 好所以就是减16乘上括号 x平方加3x 好那再来常数的部分 这边呢是减36 好那这边的减84 移向过来就变成加84 好等于0 所以我们的式子呢 好x平方我们这边再写一次 好常数的部分呢 84减掉36是多少 好等于48 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加上48等于0 好那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来解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做十岁交乘法 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位置数 好所以这样子位置数乘起来就是位置数的平方 好48呢我们把它拆成4跟12 那因为中间这个系数是负的 所以我们4跟12都再加上一个负号 好所以负4 负12 加起来刚好就是负16嘛 好所以呢我们把它硬式分解就变成 x平方加3x减4 乘上x平方 加3x减12 等于0 好所以呢 这两个括号都有可能可以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好接着呢我们只要再做两次的因式分解就可以了 好这边就是x减1乘上x加4等于0 所以x可以等于1 或者可以等于负4 好那第二个方程式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十字加乘法吗 好这边 12的话拆成1跟12 没有办法凑出3 2跟6也没有办法 然后34也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做十字加乘法 那我们就来代公式 好x就等于2a分支负b 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好那b平方减4ac 我们在旁边计算 好3的平方减掉4乘以1再乘上负12 所以就是9加上48 所以呢就是根号57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上来根号57 好根号57呢没有办法再提出 可以约分的东西 可以约分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x等于1 或者x等于负4 或者x会等于2分支 负3加减根号57 下方5的平方减息